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怎么去画柿子 今天就用一分钟时间教大家画一个简单的柿子 首先我们在纸上画出一个正方形 然后在正方形里一点点的用纸线画出柿子的外轮廓 注意叶子和树枝的细节 我们一定要画清楚这样方便后期上色 橡皮擦拦到铅笔稿之后 我们用棕色和橙色勾勒一下叶子和柿子的大轮廓 然后我们再从叶子开始塑造 首先我们给叶子敷上一层土 然后是要做底色 然后用棕色加净一下叶子的暗面 最深的地方我们可以用一支深棕色加净一下 注意棉案交集线的位置我们一定要卡中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给叶子的亮面带上点绿色 这样叶子的层次感就会更加丰富 树枝的部分我们同样可以先铺上成土和山色底色 然后用棕色加净一下树枝的暗面 最后用深棕色加净一下树枝的棉案交集线暗部 同时在叶子上画出树枝的投影 最后用白色调整一下树枝和叶子的亮面 接下来柿子主体部分我们可以先用橙色均匀地铺上成底色 然后可以先用橙红色画出叶子在树枝主体上的投影部分 紧接着我们可以继续用橙红色沿着棉案交集线 不断地加重树枝的暗部 暗部画好之后我们再沿着棉案交集线一点点过渡到树枝的亮部 让树枝呈现出一个初步的体积感 接着我们可以用深棕色沿着棉案交集线再次加重树枝的暗面 让树枝的体积感更加突出 同时我们可以再叠加一边橙红色提高树枝的饱和度 接着我们用深紫色画出树枝的投影 注意投影要近视远虚 最后我们用白色调整一下湿着的亮面 再用高光笔点上一点高光 这样一个好看的湿着就画好了 你学会了吗 欢迎在弹幕里面互动